好 第一次啦 剛剛有說 剛剛有說 還是我的位置 今天第一次來 一個手好了 有共三位嗎 還是兩位 兩位 兩位嗎 好 OK 謝謝 我們就回顧一下剛剛的那個 Policy Interation Policy Interation的話 我覺得重點其實是在V 還有這拍到的是什麼 V的話是對我們整個 整個就是對於我們現在所採取的行動 未來可能得到所有的reward 的sum 就是的那個 加總 所以以就是 就是最近大家很紅的那個miss of growth來說的話 V這個意思就是 今天我現在在這個state 就是我現在在這個棋局裡面 然後我有多少機率會贏 這又是V 那拍的話 拍這個東西它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在這個棋局 是在棋局的時候 我有多少機率 要把我的棋子下載在哪一個點 就是這個pon 所以拍的重點是在說 然後我在這個curnal state 我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A 那B的重點是 我在curnal state 不管我採取什麼行動 A 什麼樣子的行動 重點是我最後 可能會得到的所有履物的加總 重點是加總 好 那所以現在就是 policy的evaluation來說的話 它這邊其實就是我先 我會先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現成的這個policy 那這個policy的話 接下來呢 因為我就是 我需要去評估我這個policy好不好 那我不知道我這個policy好不好 所以我就需要有一個 好的value function 那這個value function的話 在policy裡面選的話 它是完全based on 我的curnal policy 我假設以這個curnal policy 我去騙局 我說我可能做的事情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最後得到的reward 我加總到底應該是 期望值應該是多少嘛 所以它的就是 它會利用這樣子的一個policy 去update我整個value 之後呢 我再利用我的value 來去update我的policy 它其實policy evaluation 本身是這樣子 再加了 那value evaluation的話 就是 忽略它的一些各式各樣的細節 它其實就是假設 就是我現在不管我的 不管就是policy應該要怎麼做 我就是假設我 always都是採取 會得到最大的value的一個action 所以它其實 並有一個實際的一個policy 它到底應該要在這樣的state 它要走什麼路 我就假設說 我一定只會走 最能不能來報仇 加總起來最大的那個動作 所以它就是一直在 就是它這邊都會是mix 那這邊的這個r就是實際的reward v就是我目前的想 對於這個環境的想像 可所以你是 就是接下來你就會 因為你會有實際的reward 這件事情 它就會發現說 我的這個對環境的想像 是有一些不正確的 它就會一直去update 它對環境的想像 直到有一天的時候 它對環境的想像是跟 就是 是接近於環境所 就是環境跟它真正的互動 多到的結果 所以這就是value的 value evaluation 那重點是area evaluation 它接下來還會update一次policy 它並不會說update這個policy之後 再重新去評估一次value 因為它這個value 它已經假設 它已經完全可以模擬 對環境的想像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 就是qlearning的一個example 好 我把它放上去 好 好 那 現在我假設 我們現在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首先呢 這個環境我們看得到 但是我們的engine完全看不到 它唯一就是 我一直知道的就是 它只有它現在所在的這個房間 以及它左右可以分別有哪個房間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目的目的 目的是 假設我們會random在任何一個房間裡面出現 然後我們的engine要找出一條路 可以走到房間外面 就是我們現在的假設是第五個房間 好 那接下來就是以這個來說的話 也化成就是state的那個轉換的話 它其實就會是這樣子 每一個房間它就是一個state 然後假設這個房間和這個房間中間是我們的 它就會是相同的 所以就是我們程式會看到是這樣子的一個state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們的engine還是沒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engine它看到的會是什麼呢? 我們engine看到的東西是這個 這個 是這個 它就是今天我們有五個state 五個state 那中間這個的話就會是我 假設我從這個 從離這個state都要依著state的時候 我會得到的Value的總和 好 然後這個是實際的 實際的就是我們把它定義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定義的環 我們把這個環境定義成了一個environment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問題 我們自己我們programmer把它去定義成一個environment 這個environment engine看不到 但是programmer看得到 因為就是我們知道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這個樣子 那這邊的話這個100就是我們定義的 為什麼會是100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目標 接種目標就只有 尤其是只有走到第五個state 我們並沒有假設說它要最短路徑 什麼都沒有假設 所以它只有走到第五個state的時候 它會得到旅渡 那這個旅渡就是我們假設是100 好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engine它老台裡面只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的實際的environment 就是這樣子 -1這個東西代表說不同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回到就是Q 就是這個 後面應該會提到就是Q learning的方式 Q learning的update方式 就是今天given一個state time 然後我們會得到一個reward 這個reward 接下來再加上我們的就是Maxima Maxima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它是Maxima 那Maxima它的對環境的期待 就是說今天Q是它自己對環境的想像 然後我就是假設我現在從第一個state到第二個state 所以第二個state就是next state 那第二個state它才選任何的action 所有的action 假設第二個state它可以到走到兩個state 那就是這兩個state會給它的value 然後把它加起來之後得到最大的那一個 好 最大的那一個只有X加起來 就是這兩個裡面最大的那一個 然後會把它回傳回來 這個gamma它是一個就是隨著時間會去地檢的一個式子 因為我們想設我們對於越遠的事情 我們所期待的東西應該是天長會越大的 所以它通常會加上一個gamma 然後這個gamma會小於1 所以就是回顧剛剛的那個就是variation function 它其實就是中間的那個max bar的那一條的那個式子 然後這是Q learning 所有負意識不通 負意識不通就是剛剛這裡 因為我們其實並沒有說不是Fully connected graph 你看一下以第一個state和第二個式子還不通的 所以第一個state和第二個式子還不通的 第一個state和第二個式子 然後如果通的話就會是0 這是我們自己定義的 不是定轉移機率是0 而是說它是reward 就是我們自己定義的一個reward rate 對 那因為它其實不同阿克爾道的樣子 對 也相當於轉移機率 但我們不會知道Full Lineage 對 因為由於Angela來說它不是Full Lineage 所以它只能說就是它是一個負的 如果我告訴它這條路是不能走的 對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我們自己稱是怎麼寫 對 因為其實因為這件事情已經是已知了 所以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去讓它試那些 那些就是不冷不通的state 那它這邊特別不要這麼負意 一來只是告訴我們說就是reward 它也可以定能負意 那另外一來也是只是因為這邊 就是它叫它去打差阿 就是未定力 對 這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說 當然如果之後有成功走出去 就開始往後迴回 但是在那之前就怕它說 它以為什麼都直出去 它就一直撞牆 它一直去施那種 所以就是黏黏黏黏 如果不給它懲罰的話 它就會學到這種黏黏黏黏黏黏黏 你如果不給夫妻的話 雖然寫夫妻 但是永遠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 他沒有那 它裡面沒有那個 action 不是 其實應該可以到state 應該不會到state 他永遠不會發生 state不會發生 可是它還是可以做任何東西 看了成什麼設計 我們可以不要什麼 設計可以不要讓它去做任何事情 因為它其實是浪費我們的時間的 對 那我實際有這個 它也許 還是說一開始就 不是 其實這是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去定義這個environment 就是我們把這個forum 就是剛剛我們走房間的這個forum 我們把它定義成一個environment 那就是這個網站的就是算作者 它是直接寫 但是其實基本的話 這個地方跟unknow其實是相對的 就是undefinition 就是會定義 因為你永遠不會走這個路 所以它永遠不會把它寫 就是因為今天本身你就會去定義 例如說像我們玩Akari的話 你會定義你的動作只有上下左右 類像這樣子 就是它的H在它Interset裡面 R不是說到了那個狀態 是說選了這個H以後 不是選了這個H以後 就是今天你會選這個H 然後你執行之後環境才會給你這個R的 它的動作其實是這樣的 對 如果它沒有到你 就是今天你會選這個H 那個到不了的狀態 然後它會彈回自己呢 它因為它都沒有去不去嘛 它會不給你 因為我們並沒有 當你想說它到一個狀態又彈回 你已經assume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這樣一個沒有的 對 那種沒有的動作是一開始就設定的 對 一開始就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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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上它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東西在那 因為如果你給撞起來很大的狀態 在那個時間變化來的一種 就是Evivalent的狀態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在訓練的時候 其實一定要走到 你在中間在走的過程中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不錯的 就要走到最後的 以這個case來說是 因為它並不假設說 你走過比較少的房間 你會得到 也就是它並沒有假設說 你需要找到最好的路徑 那今天假設你不需要找到最好的路徑的話 那你走的就是 走的幾個房間都不會是一個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只有走到最後的房間 這件事情才會是 就你這樣總理跟我們走到終點才是 才會有一個錯 假設如果我們並沒有要求 大家在最短的時間走到終點的話 對 因為這樣設計應該是很確定的 是會願意 因為它其實是很小的case 所以大家是想讓大家知道說 它是怎麼樣去 去Italation的 這個曲子的 你應該怎麼會有 因為它在小的時候都沒有 因為你的左邊那是state嘛 某一個state 你要走到另外一個 例如說一靠近 你走不到0好 插在這個房間的距離 但是它有寫的 有寫的 竟然有道理的這個感覺 所以其實應該要說 你這樣把它打叉叉 大家就會比較懸勁 好 我不想講 隨你設定 接待都可以設定 其實是本質上是可以 只是在這個case來說 我們都要去往後面 就已經是親家這裡了 走這一步 如果有靠近這個房間的話 可以來個證明 然後遠的話 如果是想把Gamma的存在的話 你會嘗試讓它選擇比較短的路徑嗎 如果Gamma小禮的話 Gamma小禮 Gamma Gamma不是說他看他後面的Future 會不會錯 就是等於Future 就如果這樣贏 Gamma小禮的話 那他有些DK 他這個篩緊 我就是說 因為有剛好的圖長 不是會強迫 你在選擇的時候 你會選擇比較短的路徑 來達到最後的那個 那個Wall 因為你比較長的路徑 你會DK比較嚴重 所以你最後的路徑 就變得比較小 是嗎? 還是我想說的 譬如說你走四步 你原本的100 就被DK回 他這個應該 應該是要看Gamma小禮 簡化成只有這個State 跟下一個State 這樣子 對不對 應該是用Mill-Main Gamma小禮 對對對 對 沒錯 其實只有看這個State 跟下一個State 後面就做 就是照理說 就是這個Gamma 就剛開始要用的時候 是因為它其實是一串 就會是這邊會有一些State 然後它就是第二 Apropropro Ap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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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自己出來 就是一直到終點的一個設置 然後在 因為一般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不會拉那麼長 但是你有可能會拉到 第二個State 或第三個State 就是看你想要走幾步 看幾步 就有點像是 我們下棋的時候 我們會說 我們要先默想七步 默想八步那個感覺 對 那在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只是默想一步而已 對 我們就不考慮 這麼這麼複雜的Case 所以你是利用這個式子 一直疊代嗎? 對 就會是這 上面這個式子 就是剛剛那個式子 接下來就會點在 假設我們set的高嘛 我有一點8 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今天假設我們的第一個State 就是Ramblin給它一個Inish 就是RamblinStarter 它Starter剛好在第一個這個State 那這時候它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這邊Ramblin全部都是0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它隨便的選擇了一個地方 因為它全部都是0 所以它已經有每次可以走 它隨便選擇一個地方可以走 大概給它走 那今天假設它就不小心 就走到最後的那個State 所以它走過去之後 會Return一個Reward回來 這個Reward是從R的那個Match過來的 然後接下來它還要去預測說 它接下來走其他地方 會得到什麼什麼 就是什麼樣子的Reward 那以第五個State來說 它可以有三個地方走 BuddyState 第四個State 還有第五個State 那因為在初始的狀況的時候 它的Q的Q function 就是它的腦袋對環境的認知完全是0 所以它就是這邊全部都會是0 所以這三個就是0、0、0的Mix 所以就是100加上0.8000的一半 所以它就把這個值直接update 入去了 所以就是我們會看到就是 Venue function之間 它其實是每一個提到 它就一直update、update、update、update 不管是在Policy 就是PolicyIteration還是VinueIteration 它都是這樣子 差別只是在PolicyIteration 它的這邊的採取Action的Policy 是使用我們的Policy 以及第一條的Policy 而在這裡的話 QRenning的話 有時候它是採Mix 就是Action它可能會採Mix 有時候它是採像以這個例子 我們是採Render 對 就是它的Policy本身其實是會和我們 就是和原本那個Py其實是不一樣 它並沒有去假設一個Py的成長 請問你走到5不是又結束 為什麼有夠 沒有它這個 它這個回合的確是會是在 就是在5的State結束的時候 但是它在到達新的State的時候 它會需要一個更新 每到達一個更新 我是說為什麼要Q 那是什麼意思 Q就是只是因為我們這個定義 它就是5和5是可以去走 那今天假設我們定義沒有這個 定義沒有這個路的話 那這邊就會消失 OK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就是今天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就是 因為我們上了3個State 到了第5個State之後 我們就Reach moreState 然後這個Apoge Epixel就結束了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現在 Rendon在Rendon Start 在第3個State Start 那這時候呢 首先呢 我們Rendon選擇了一個State 就是第一個State 就是我們到第一個房間去 這時候他就已經還清給我們一個Reward了 RewardMetrie就給他一個Reward 他現在在這 然後接下來他在看說 就是我就是我可以通往的兩個State 可以 E3還有 欸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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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 E3還有E5 怎麼寫錯 E3還有E5 然後就是他的Q的Value去Max 所以E3的話會是0 然後E5的話 我們剛剛有update過它是100 對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是 這個Reward是0 0加上0-100的Max 所以就會是0加上0.8×100 每80 所以這一邊會是80 好 所以第三步的時候 用了Q就是新的這個Q的表對不對 對 所以第三步 就出來兩個 再來第四步就要 第四步的時候就 又會再用更新的這個表 所以重點就是 你Q Icaration到最後 會很接近R 對 我們會 不是 應該不是說 他也會很接近R 因為R本身是 是當下那個State的Reward 但是我們Q要的是 所有的Reward的假種 也就是說 呃 怎麼說呢 就是今天假設 我們現在在這個State 假設是R的話 我們就是說 就是通往這個State的話 它不會得到那種Reward 所以R就會是0 但是我們預期 我們通往這個State 我們會更接近GoState 所以在Q的話 這個地方會是有Reward 就是像這邊是184 所以接下來R今天走完 走到第一 就是走到 就是像剛剛我講說的就是 一直不斷地走到GoState 走到GoState 走到GoState 然後R update 他對環境的認知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他並不會說 就是這邊他並不會是0 有沒有 他這邊不會是0 因為他會是 他會是預期說 我離GoState有多近 大家可以這樣想看 我離GoState有多近 所以最後的時候 你再把它Normize Normize 之後 然後接下來大家就是 要去使用的時候 就會是 採取Value function Value比較大的State 的那個State 的那個Action去走 所以假設他從第二個State 出發的話 他就會找Value比較大的 6、4種 然後3之後 因為兩個Value是一樣大的 所以他會隨便找一個走 然後接下來走到1之後 這Value比較大 他會往這裡走 從Tone and allState和Aid 就是結束 所以就是Value Iteration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大家會注意到說 接下來他結束 就是他結束這個東西 他完全沒有想要被 所謂的Policy的事情 那Policy function的話 他會是按照Policy去 去探索環境 然後得到一個 就是在這樣當情的Policy之下 我們對於SEN 對於N這件事情的 的期望值 然後接下來他就會再用這個期望 再去去Update他的Policy 這就是Policy Deteration Hymority Deteration 我自己覺得他的差別主要是在這 謝謝 也可以說 那個86N Deteration這件事情 他其實他第一點Policy就是我去 我的Policy是我去找 比過最大的內容 我們移步在手的時候 就是去找的 不過從常也可以這樣 像你這樣解釋 從常到最後的 不過他是必須要少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最後的 對 就是他在他等於是在一場 就是第一次會把你戲弄完 對 第一次玩完 然後最後就是這樣 就是去選 然後美股的話 就去選所有的 很多的發流很最大的 這個美股這樣子 現在是好像 從你的經理 設想那個Policy的實驗上